大家好,我是英皇書院同學會小海第二校胡國柱副校長 我也有若干年的教學生涯 其實早年都很少帶學生去比賽、見識到外面 但在近十年八載我都接觸了去教運輸思維這個科目 有機會帶學生去法國日常生活的問題去參加坊間的比賽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我認識了很多不同其他學校的推行教學的方法 或者特色,如何帶領學生比賽 很榮幸曾經在一些比賽當中獲得獎學 又令我想一下,曾經贏過獎會想一下 如何令學校的成績會再好些,或者比賽的成績會好些 想一下會不會從教學的方案去著手 所以就想到其實可能在學校可以找一些比較有潛質的學生 那你怎麼找呢? 其實就會想一下有沒有一些有系統的方案 所以跟同事商量,就找到一個資優教育三層架構的理念 其實我自己也有任教教育FangJC的課堂 課堂裡面其實是一個普及教育 在課堂我們找到一些有潛質的學生 當然我們有些抽離的課程去再進一步培訓它 如果發現它是很有能力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幫它報一些比賽 尤其是全國小學生和最少的比賽 其實都是從生活出發來當作解難的 那從2017年開始我們去參加 那開始都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想法 學生就是想一些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那用Edwin Vander去寫一些手機應用程式 可能就幫老師點名啊,點功課啊 那加上之後呢,課程也有不斷優化的 那是好像20年呢,其實都有加入了 GovetJC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單元課程 那其實就會慢慢我們的進步呢 都會在一些作品裡有實體的作品 加入人工智能的元素 例如好像我們見到疫情的關係 學生就會創設了一個人工智能的洗茶的廁所 那以往可能一些日本的廁所你知道 它自己會沖的 但它不會幫你檢查到究竟它是拆乾淨曬味 那其實它就會幫你人工智能去分析 究竟有沒有一些污漬它拆到乾淨為止 才讓你用的,這是其一 那這個人加入了人工智能呢 就是有一些門鎖 那坊間他們會覺得一些智能門鎖 但他們覺得都不完備的 它對外有鏡頭,它就對內沒有鏡頭 那很可能問一下它對內有什麼用呢 那它就說,原來你看到報紙 看到一些老人家 它是自己走出去,你不知道 它是失智長者 那原來對內的鏡頭 它可以幫你找到究竟誰出了帶 如果它出了去的話,獨自外出呢 其實它會立即幫你發送信息 給那個屋主和管理處 截住這個自己走出去的老人家 這些都是我們見到它的進步 那課程方面 除了MInventa之外 加人工智能的元素 其實都是透過Fullfing的課程 JC的課程 來令學生學得更多 都可以放眼,除了家 社會的問題 會幫助到整個解難的方案 水平提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